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Vicky,何英文 這一節有Stanley做嘉賓 Stanley你好 是呀,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歡迎打來E804656 或將問題電郵到ASKBSTchannel.com WhatsApp到91571428 或是Facebook Youtube或是Live留言 我們到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新指數最新報在19758點 跌15點 獲企指數升10點報6730點 大肆成交有523億 大家都有很多股票問題想問 大家想問甚麼 是否大家今天很興奮 為甚麼 不知道,我看到很多人想買東西 是嗎?Tony只買了甚麼 751應該買了 今天很漂亮 創位 751買了 創位 好像那麼多呢? 對,又打上來 但海信家電 好像是否有消息 我忘記了是嗎? 忘記了是嗎? 家電股 家電股個別發展而已 11300就厲害了 但11300我都沒有買到 這一下真的有點笨 都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說 yes 就是那些運油那些 那個價格會載上去 上星期都說 如果這一刻要追韓運股的話 當然是買1300 怎知道 爆上去了 不斷破頂 沒有了 沒有機會了 那又不是的 等機會才再 又等到甚麼時候 好像經常都等不到 很厲害 Tony 有1300進了之前 OK的 5.59 不,11300拿著它 1300真的不害怕 反而751 我印象了 好像這一輪有看過 有少少消息 但這一刻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是甚麼 但11300真的應該不擔心 那11300呢 有一件事的 不要給BDI影響到 BDI其實你跌是有一些 都有一些靜腦的 但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11300你運那些油 就是那些油輪那些 你只要運費的價格 真的看到那個trek是反彈的話 應該都真的不擔心 還有因為現在這一段 這一段的時間 其實你遇到一些乾散貨 我覺得都是那個景氣不會太差 所以你有貨 11300既然價這麼漂亮 就先拿著吧 Tony OK 沒有貨在哪個位置上 沒有貨 這麼極強勢 其實已經預算了 都不會特別大會的 說真的 即是等一下轉 如果Tony 你拿了11300的話 就分六個半以下 反而吃一吃糊 就真的 有少少關係 還有一件事 你想回頭一件事 油價那時候 叫做油價高 反而對於這些運油 反而是不利 因為你便宜 大家才會加快油的運輸 還有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今年運油的船不夠 特別是在下半年的時間 反而運油的價格 應該有機會能夠維持 所以為何這隻中央的海能 會這麼厲害呢 就是這樣解釋 因為上個星期見到一段新聞 是說那些運油的運費 那些每天的運費 之前好像不知道是負數 現在突然之間 又不知道負幾百元 現在突然去到幾萬元一天 這個情況突然變得很快 所以就變成了 它的價格應該升得這麼厲害 這段時間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現在新買好 是可以解釋的 反而其他那些航運版塊 就真的 其實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你預算運費的價格是會下跌的 但只不過是說 它們本身的基本面 那個實力 OK 所以3600我先不理會他 有他先不理會他 這麼高色 是啊 這麼高色不理會他 現在Kelvin問一些新進藍籌 369210881929 1929真的猜不到 1929完全猜不到 是嗎 曾大福 但是Derson說上個星期 好像是不是也是Kelvin問的 不知道是說入入 不知道是Tony還是Kim 說入了演奏煤 然後我說 我說可以入神話 為什麼入演奏煤 這就叫我誤中 就是誤中了 但是 今天他的價格又誤中了 不過我更新一下大家 話說我上個星期 跟大家分享過 我說我都會放一些煤炭股 最後我都是入了 不過就不是入了香港這些 我記得是美股那一隻 咦 是啊 哪一隻 是A.R.C.H. A.R.C.H. 好齊 我記得我不知道 Tony和Kim 好像有留言 Tony好像有人留言過 說有另一隻可以讓我選擇的 我們星期五那晚 就看了很久 最後都是 兩三點 零星兩時 那些時間 就叫我買一隻 那天做完節目回到家 又不太硬 就這樣看 看外面的煤炭股 那些基本的東西 這隻也升了很多 近來 今年升了一倍 今年升了一倍 但是 看煤價的trend都是向上的 金金 Hello 是呀 昨晚有看 昨天看到熱血廢囊 是否開玩笑 又有波看 昨天看到幾點 點半 點半 我兩五分鐘左右睡 金金又不用睡 昨天的波值得看 昨天的波值得看 我想是近年 一場挺精彩的材勢 你有沒有看 你真的要看重溫 漫成隊是哪一隊 紐卡蘇 紐卡蘇 對 LXY也是精彩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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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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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 我覺得真的很晚 因為看完美股 有些股份 真是很精彩 OXY升很多 升很多 OXY升得更厲害 沒有辦法 因為OXY有股神加持 真的不同 金金 看重溫 這場波 下半場真的很精彩 下半場簡直是 不是下半場 其實你上半場 阿智庸好像 好像 漫成 漫成很快入球 然後轉去頭已經很精彩 很精彩 Tony也看波 我想昨晚的波 大家看完 都很久了 真的 今晚反而我不看了 我懶得 我懶得 今晚 今晚 我懶得睡不著 我們要在這裏播出精華 OK 等大家醒神一下 悶悶地播出精華 375 為什麽 這個問題 Bloomberg 有篇文章 列了股神 不知道 股神有八個原因去買 即是買油股 是 有很多其實我覺得都好像 都沒有說 但是 如果你真的問到為什麽會這樣 我反而覺得 真的 他的油價的看法 是應該幾正面 還有我有件事 大家都 這要怎麽說呢 有件事 我想叫我部署上面的話 我都說少 買自己的 可能店裡 加些資源會 加些煤 加些油 我想都真的要買些 因為 這個真的是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我真的覺得 今年冬天 真的會不夠能源 還有上個星期五 我不知道 Tony 你先說 有沒有看到 那一段 那一晚 話說那一晚 那個北溪一號 北溪一號 北溪一號 又說是開的 然後昨天好像 那一晚 又好像 突然間說 又說 那個 輸起的量 不知道只剩下 之前的兩成 所以那一刻 公務員出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Exactly 那些文章是忘記了 但問題是 那個消息出來之後 看到資源價格 又再上去 所以股神 為什麽會賣 就是不斷增加 OSY 當然OSY本身 它那個基本面 是之前真是差的 它之前真是很差的 但是它是 因為它現在油價升得這麽厲害 它那個基本面 就是那些財務狀況 突然之間變得很健康 我想股神賣去的原因 就是說 如果以當今 那麽多隻的資源股裡面來計 就是 OSY這隻應該是最便宜的 那隻 所以 它真的會轉圈 所以為什麽它這麽重 賣這隻東西 就是那麽意思 所以 我覺得它 真的 你只能說股神做太功課 這些真的 讓它贏 有前瞻性 對 真的讓它贏 所以沒有 所以 Tony為什麽它會買這麽多 我覺得是那麽意思 它真的 本身是便宜的 另外 另外 我覺得它都說多或少 很明顯是 它的資源這些東西 你一定要拿些貨 等於好像有陳幾何時 大家說很多的基金 的報告裡面 一定要拿科技股 一樣的情況 但現在變成要拿資源股 這樣 所以沒有大家 其實你選 如果大家拿些貨的話 怎樣都好 找回一兩隻資源股買 真的拿著 我想會好些 有些人說現在原油是最好的避險工具 是不是 油和煤炭 油和煤炭 煤炭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木頭也好 但是木頭真的不行 木頭也不知道 我都想到它途徑買 不知道買哪一隻啊 不會買 但是等一下 假設你 假設你買什麼 行安那些 1044那些 就不會買 因為你想一下 因為它那些 木箱價格一定不會跌到哪裏 變成這樣 這些又一定不會買 一定 因為你的成本一定搞不跌 是的 我看到金金很想補充 它剛才說補充 1024 補充 1024 快手 突然上去 補充 補充 這隻金金真的不怕補充 業績又不會好 真是 話實話 除非有一刻 它突然間有一刻 它叫做有錢賺 但是我想 可以看到的將來 都沒有錢賺 所以這隻又真的不怕補充 380 它還想補充380 港交鎖 嗯 港交鎖 港交鎖也是 380 等它彈上去才補充 它掉下來 反而補充的直播率 就好像不是那麼高 但反而每一次彈的時間 就真的可以補充它 還有 今天 現在1.8 看到成交 今天好像很厭惡 成交 不是 一向都差不多 好像再少一些 我以為 算是這樣 好像再少一些 好悶啊 但今天 講到這些 我絕對同意可以補充 但等它每一次彈的時間 先動手 現在掉下來 你補充它 它轉過頭 可能夾上 340 345 在這位置的話 你沒辦法被它夾 你又會補充 都無謂 明天等它彈了才夾 彈了才去 彈了才去 去沽它 好啊 我還留意了 3759 康農化成 這些啊 又回到之前的低位 五月份 但它真的不行 它的業績真的不行 這隻 你說若明這些 你說它的價跌下去 但是它的業績 加到 那條數出來的時間 譬如若明還是駁反彈 都可以考慮 但是可能化成 是真的業績不行 但是它已經超賣了 超賣 是的 它的業績出來的時間 它沒有好過 很差 它就這樣沽下去 但是沒有辦法 這些股份 你的股值又不是低 但是再加上 業績這樣不行 不駁了 你要駁金 你要駁多 寧願駁一隻 若明好過 這隻 可能化成駁五個 916 916很明顯 916就 明顯是 我被它陰了 哈哈 這樣就行 上去 其實我程度上 這些股份 這一類的 新的新能源 特別是環保 相關這些板塊 這些新能源股份 你要預算 一定有機會彈 只不過那一下 由它轉下去 多精歸道的東西 就是1799度而已 沒有的 這些 我覺得轉下去是沒有錯的 但是那個價錢 因為這樣 沒有 這一下子賺不到一隻龍圓 就是輸少一點 但是沒有的 有它 你覺得這些新能源股材 有沒有能夠彈 有 還有啊 不 今天是因為 今天真的 是比那些 什麼 其他那些 譬如新特這些 是比那些 什麼 208 金峰拖下來 它叫業績 它的業績真的不行 它的業績真的比想像中差 真的 但是那些人說 其實它的業績 都是一些 已經是發生了 已經是滯後 是 但是 其實 金峰大家猜的第二季 或者在上半年的時間 它的業績是一般的 預了它 預了它一般的 預了它 預了它那個營 好像我看到一些行 之前猜到它 好像是賺百分之五 但是現在出來倒退 而且經常說 你看看它那些業務 那個分項 其實那個問題 經常說 你看到它的毛利率都掉了 這一下才令到它的股價 為什麼今天的時間 跌那麼多 是它的毛利率都不行 這一下反而 真的令大家 對它的看法 是差一點 但是沒有 這些板塊就是 你 你叫它掉下來的時間 跌了 你買回一些 因為這些一定有得炒 這些基本上 你預了一些 新能源板塊 只要看什麼時候會炒上來 你掉下去又不怕買一些 但是它根本就有大支陰燭 真的 是的 有些客人 掉下去才買 但是新的那些 又頂著說 它的業績又不差 而且我剛才 金燒了 看到它大跌那一刻 我才覺得 是不是行業本身的多貞規 是不是有什麼事 看完之後 價格還很硬 還在升 你這一下跌了 盡量不理它 這邊又不理它 好啊 我覺得有時候的高分 好像這一轉業績期 有些高分你跌的 你的業績真的差 你跌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因為你的業績真的不行 因為它托去 隔不起 但問題是 你的公司業績很好 你跌下去就有去 這麼巧 Tommy也問208 等它跌定先 等它跌定先 Tommy這些位置 無謂什麼 無謂撐住 現在最慘的是什麼呢 最慘的是現在 這些跌下去 有時候 可能差不多跌定了 但突然之間 有一段時間 跌了滾下來 那一刻會被它嚇走了 那倒不如等它的價跌定了 你見到可能 再跌下去的時間 好像有些 好像跌不下 那當時撤好它 那我又不相信它 今天跌一成多 明天帶一成多 上來又不會 那你先等一下 但新能源股 我真的不怕 不怕買一些 一百六六 尿數價在哪裏看 尿數價 要自己找的 金金 還有 不是 它那些 通常你看它的 是overall 你不會每天看它一隻 通常看整個 整個 叫化肥市場 那個數 那其實你通常 怎樣看呢 其實我都是 可能搜尋 打尿數 搜尋一下內地 那些價格 有些價格 但你說是否好似有更新 會繼續這樣報 不肯定 是不是 因為我都好像有一段時間 沒有什麼特別搜尋 但它有很多東西分 對 所以我還沒說 所以我還沒說 所以今間的問 就是那個價格 哪裏看 其實你很難也有看 是的 差的 但是 又這樣說回 它的業績好 又是預算了 因為之前出型起 但是你見到出型起之後 它的價格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好過 表現都是一般的 但是這個辦法 又本身 我覺得又不是差的 就是你如果 以那個 營業質碎看的話 它不差的 但是 只不過 可能大家在擔心什麼呢 可能第一 那個 原材料價格 上了去 因為它的原材料 其實你說這些 就是心田心發肥 它的原材料 是些什麼來呢 天然是 加煤坦 是 是 所以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兩樣東西如果高的話 其實變相之下 你的毛利率 是會受壓的 就是我覺得大家可能 擔心這件事 所以就為什麼它的價格 跌這麼多呢 是有少許擔心這件事出現 但是 又是那句 這些你的業績 出來又不差的話 又不用太害怕 但是不是的 你都說煤啊 天然氣啊 今年都會 但是問題是 因為本身是它 那你的價格 那些 發肥價格都上了去 就是你可能 有機會轉嫁出去的 但是只不過 如果問我的話 要買 就算買一些最上油的那些 就是買回 你說煤啊 油這些 真的相對之下 真的會直播 真的會很直播 真的會很直播 好啊 你們沒有貨的 買166 我記得之前他們經常都玩的 是 NVIDIA 什麼位賣好 現在 NVIDIA 我就不會 撐住了 金金 我也是那句 芯片版法 其實我也是 我只是會撐住 台積電 不是 真的 最愛 最愛台積電 還有講技術上 因為 其實NVIDIA 你看那些GPU那些 其實是有個 情況是 真的有機會 那個需求會跌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沒有辦法 你看到那些電腦 那個 出貨量又差 那些 另外好像 掘礦 沒有來回事 那樣 所以變成 NVIDIA 業績表現 是你預計了不一般的 公司之前都下調了 那個營收那樣東西 但現在台積電 我都覺得還OK 話說 它現在 它現在說 今年下半年 它會做那個 三納米 其實 如果你看到一些 最新的行業 一些報告的話 其實三納米那邊 它又是爆了 那些訂單 已經爆了 基本上 可能這一段的時間 它的單是幾乎沒有跌過 幾乎沒有跌過 好像 好像你看到Intel 說它原先訂了那批貨 那些貨 就說 下年才出 但問題是 現在根本上 三納米的單 大家都搶著要 好像它現在 它說等下年才拿 好像AMD 已經說 它已經爬了頂 所以 將來對你說 這個台積電 其實完全沒有影響 雖然沒有錯 那個景氣 那個芯片那些行業景氣 是差的 那你是Intel AMD 甚至NVIDIA 都是不行的 但是真的 台積電是有些異數的 它真是搞笑的 它真是搞笑的 而且現在好像傳聞 好像什麼呢 它開始連 40納米都不算 現在好像有些廠房 40納米 即是舊的那些 轉為28 算28 其實28 變成會從中心搶單 所以變成由中心 可能地上轉到中心 又大件事 又有一個威脅在那裡 因為 話說那個糧率 即那個Efficiency Rate 那個Ratual 台積電已經去到很高 任何公司 基本上都沒有可能 跟它比得到 它一般是多少 即那個糧率 台積電嗎 其實現在很跨 現在九十多 那些類似是 不是 那個叫糧率 是啊 看你哪一種的芯片 一定會有些錯誤 但是現在去到 現在去到五的那些 它已經去到七成以上 其實如果五的那些已經很厲害了 你可能 那些二十多的那些 可能已經去到九十 其實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可以說 它一做這些 它的技術真是最好 你不要跟它玩 現在基本上它已經去到 去到三 三現在應該開始量產了 應該蘋果下一批 A16 還是17的那些芯片 用三 即現在講的是新 即現在講的 最跟著的這部 十四 應該就 它應該是 iPhone14 那個 iPhone14 分兩個版本 Pro Max 和iPhone14 iPhone14 所以那些芯片 都是舊的 即是用到好像 七牛米 但是它好像 新的那一部 就好像用到五 下年去到四 其實 所以我說 一定要換 iPhone 一定會有分別 真的 法律應該厲害很多 所以 如果大家要換相機的話 真的不要算貴一點 一定會不好 這部相機才會 你會發出那些厲害的東西出來 你會不會換 我一定會換 你這個是什麼 十來的 我等它出 我等它出 我一定會換 我一定會換 這樣 Yen 保持壞 Yes 保持壞 沒事 Yen 又跌回 Yen 又跌回 今個星期 跟大家講完 今個星期 Jackson Ho會議 鮑威爾 一定會放鮑威爾 我覺得它不會放鴿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其實你看到 上星期五的時間 Yen 歐元 那些呢 又跌回 現在剛剛 這段時間 應該都還跌回 所以大家 又有機會 可以開始 儲一下 那些 那些 什麼磅 類似特別的 類似特別的 類似的 那些規格是厲害很多的 所以iPhone X 可以捱到很久 對 對 對 換iPhone 不如送給我吧 Kevin 不如送給我 你這麼多錢 送給人 送給人這麼好的 拿來抄獎 不如送報告給我們 給你一個地址 其實 這樣說 Kevin 這樣說 手機容量 不需要那麼大 我覺得去到 大概512已經夠了 因為 其實按到你的手機 如果你不是用來拍片的話 即是拍一些 什麼8K片的話 應該就不用去到1TB 反而如果 大家有時候 現在用iPhone 有個 那樣東西 反而那樣東西 你又真的不怕 整大些 那些變異 如果大家 全家用iPhone的話 其實這個 可以讓整個 家人用的 所以反而我的Cloud 反而那個 我的Cloud 但Cloud很貴 不貴 不貴嗎 一個月 好像不是百多元嗎 當然不是 我現在1TB也有78 78 1TB 我全家人用 其實你放進電腦 就行了 我現在要買一個 我連電腦都沒有 是啊 我現在連電腦都沒有 其實我經常懷疑 有些人 儲存的照片 真的會找回來看 不會 但任何東西你batt到 其實那方面 就是 你建很多東西 你可以batt上去之後 你可以拿回來 譬如我用iPhone 可能當我平時 打一些稿 你可能打一些稿 某些東西 你可能在iPad上 可能再做 就拿一下 這些方面很多 是啊 就是幾個伺服器 幾個器材 可以用 是啊 所以變成一件事 所以 機器就換爛了 但到時可能 會完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每個都排隊等 Kelvin送給大家 是啊 是否留名 是否留名 大家可以 是否送的 Kelvin 計我一步 多謝你 這裡兩步 不是 我當什麼 你送給我一些同事可以 我最多限定 我給同事 2382 107才能入 2382 2382 等吧 等吧 Kelvin 等下 新月 我覺得新月 先等下 因為按道理 如果你真的要 就是這樣說法 現在傳 是不是傳 它應該9月7日 提早了 會發佈那個iPhone 那你就等下星期 下星期 先想想 如果價格 跌到107樓下的位置 你先想想入 如果不是的話 下星期先 短線拆一針 因為按道理 這次是順月 應該下單 但是這多還是少 應該就不太多 是啊 好 9888 剛才看到你 8度 8度好嗎 但金金 這些位置又沒有什麼吸引力 話笑 炒了入藍炒 炒完了 嗯 不過 我覺得這樣算 其實科技入藍炒 這些已經預算了 還有 不過我又說了一件事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快手 每一次入藍炒之前 大家都說炒去入藍炒 我跟朋友聊天 其實我沒有跟Jason 大家繼續說 公布出來之後 類似說 又入不了藍炒 又不是這樣說 然後Jason也說得很對 其實你想想 在成份股裡面 通常入藍炒 你不要理會去什麼質地也好 什麼行業也好 它在虧錢 它很少會有 一隻虧錢的公司進去做成文股 所以如果這樣算的話 即是意味著快手 你一天 你沒有錢賺的話 你都不用止意做成文股 如果這樣算的話 即是大家每一次 每一次講它 有時候 是的 但我不知道它有沒有 那些投資 有沒有控制 如果是的話 大家即是每一次 即是每一次 如果你解釋它的價 彈碎的時候 即是炒這些什麼成文股 這些情況 都是可以潑的 都是可以潑的 是啊 對了 金金這個舉動 你都想潑的 業績OK 我真的不敢 而且OK的定義很闊的 金金 少了又叫OK 還有看市貨是怎樣的 真的我覺得看市貨是怎樣的 即是你的市場 如果這個市場的氣氛 是不好得的時間 你賺少個泵都不行 但是這個市貨OK的時間 大家就覺得你不賺錢 不要緊 看前景看長線 對嗎 真的看這件事 所以其實這件事 講多一件事 業績 390 看它虧錢 虧得多還是少 又是那件事 因為新業務那邊 應該都是虧得金 還有因為 你想想 你第二季 即是五、六月份的時間 開始爆熱情 在內地方面 你變成你內地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出油那些 又有影響 所以就去找業績 我看法不樂觀 而且它好像做了很多優惠 它又有消費 是的 而且我始終覺得 做這些外賣 這些事情 是真的 那又不放棄它 不知道 我始終覺得 大家又不會想太多 我覺得騰訊 又沒有什麼必要放棄它 我笑話 沒有什麼必要放棄它 但我剛剛想說些什麼 我想說 其實等於小米一樣的事情 你想想小米 如果你現在 即是說這回事 即是說這段時間 即是說這個景氣好的時候 你想想做車這件事 其實對它的股價 真的可能那個衝景 可以很大 即是憑著做車這件事 可能已經令它的價 可能做得不差 但是說真的 時而世逆 你想想現在 其實你怎麼去問業績 不知差呢 就真的 即是你看它這麼多飯的業務 其實這次都不碰 即是一頑 還有印度那邊 其實印度那邊反而是一個問題 印度的市場這麼大 不確定 但它現在沒有做任何一些 叫我減值的 是沒有做的 所以萬一市場有什麼事的話 小米的業績 可能之後的時間 真的可能會很差 但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 小米其實如果你想想去 它這次的業績裡面 都提及到一些R&D 即是好像 什麼做車那些 什麼好像今個 即是上一季 它做車的R&D 大概是6億錢 好像是 但是有一個事情就是說 你想想這件事情 它車是沒有的 車呢 一早就在做研發 即是意味著就是什麼 你這個R&D 要不斷扔錢下去 而且你扔下去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最後的結果 是行不行 即是行不行 好了 我當你真的可能 不斷扔事實之後 車出來了 OK了 但是你想想 到時候的競爭 我之後 你現在的新能源車 競爭的很厲害 你想想 你車出來的時間 你怎麼跟人搶呢 所以其實 如果你的市況好的話 這些你當是一個 炒作 OK了 但是你現在 對於它來說是一個父女 所以小米為什麼 都是不要白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它不同 這個百度 因為小米 現在它是很多販售 另外就是搞了車 百度 它也是做車 但是它做的是什麼 做車的系統 就是阿波羅系統 它類似一個 車的AI的系統 那樣 但是百度的系統 開始商業化了 開始商業化了 所以你這樣算的話 百度就衷敬大 過小米 所以之前大家不知道 什麼樣像 之前大家說 百度上市的時候 我都說 百度它那個AI 甚至乎它那個 叫做智力的智能駕駛 最好是它的 但是只不過就是 真的要等到它有一刻 它開始商業化的時間 它這塊錢是厲害的 可能你當它是生金蛋的東西 但現在這一刻 還未體現出來 現在就慢慢地 要是體現這件事 就是體現這件事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那個大環境 對於科技股的看法 大家還是可能有些戒心 如果現在要賣 不是不行 但是讓它們的價錢 真是跌倒了 你說入藍桌這個消息 對它的幫助 我想又未必頭大是真的 就是這樣 700是否都放棄了1024 好像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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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700如果真的假設 假設它放棄 放棄尾團的話 大家真的要害怕 害怕些甚麼呢 因為如果它放棄尾團的話 即是意味著 大家之前說的那件事 類似有甚麼數據那些 甚麼不要拿著 即是說它那些 真的持股 很多數據那些敏感的東西 就要清太 那你就想一下 騰訊在這麽多科技股 每間科技股的big data都很厲害 是 那你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每間都要放棄 所以就真是難的 所以其實現在寧願大家看 都沒有人騰訊放棄尾團 如果不然的話 然後每一隻都會有機會放棄 這樣搞不定 逐隻逐隻塌 是啊 所以千萬不要 這個反而第一轉其實是不要的 真的不要的 但是如果你問我 以一個投資角度來說 一定不是一件好事 好啊 你搭上一隻291 好啊 說潤啤爪 潤啤啊 潤啤 我老老實實 我又不是那麽buy的 他問業績出來 那個表現是 叫做收 我覺得OK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好 我真的不要覺得很好 還有我只好認為就是說 原材這些影響 其實都還是存在 所以潤啤這些 它的估值又不是低的話 我就不buy了 不後了 我真的不後了 好啊 我又不後了 好啊 好啊 買著那些潤啤吧 金金 不看啦 金金 今晚我怕我看完我真的激到 我真的激到 我激深激到睡不著了 今天晚上 今晚 你們不是對女的嗎 你們兩個是 不是 我自動投降 可以嗎 投降輸一半 你是敵對的 我只是不想看你怎麽死 還有說到說 如果大家有看球 這屆你見到球都這麽厲害 真是很會擔心 不是 剛才我跟同事說 今年你見到 現在雜時英超 好像沒有藥隊 那樣 藥隊就得了 你不夠忠實 我忠實 所以外面不看 我已經看完之後 今晚激到又睡不著 這陣子看完 那些球都睡不著 但是我激到真是 我老婆經常都說 不要來不要看 不安靜 剛剛開櫃 就是開櫃都這樣 你有給點時間嗎 車仔衰 也是的 但是車仔衰 我想他們沒夾 那些人沒夾得到 而且始終是 後面走了那麽多人 他現在是真的要 但是他那些人班底 是夠厲害的 但是老老實實 真是 唉 你看隻鰻魚 真是不行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和Stanley申報 有沒有遲起上台的股份 有和大家申報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轉圈回來我們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轉圈見